繼續開位 接下來陳美亞議員 感謝議長 那本席在這邊首先要對韓市長予以肯定的一個部分 是在今天早上的我們的聯合質詢當中 我們看到了很多目前高雄市面臨到的問題 不管是陸平或是其他種種 一直沒有辦法解決的成年的這些老問題 韓市長他並沒有採取迴避的態度 他沒有像以前我們在議會質詢的時候 聽到前朝的市長一定會說自己 我們高雄是一個重工業的成績 所以我們比不到其他的成績 他說我們高雄是一個壞女孩 所以我們高雄的進步 歡迎比不到其他的成績 我們聽到前朝民進黨這個時候 他們會說 就是中央東北欽南 我們高雄的主緣不夠 所以我們高雄就是淪落到目前這樣的一個狀況 但是今天早上我聽了韓市長的質詢之後 我至少肯定了韓市長勇於面對問題 我也希望未來一樣是用面對問題的方式 來解決市民的這些乘客 並且能夠讓市民信賴我們的高雄市政府 本期也記得我在質詢高雄市的空污問題嚴重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市政府甚至市長或是局長們給我們的答案 居然是美亞議員 高雄市的空氣品質是很好的 我們的空污品質是合乎標準的 前朝的政府是用這樣的態度 在面對我們的民意 所以我們的空氣 永遠沒有辦法獲得改善 因為我們的政府不願意去正視 人民的痛苦在哪裡 不願意去正視市民希望你們解決的問題在哪裡 所以我覺得高雄市民當你看到今天 韓市長在面對諸多的質詢 至少他表現一個非常誠懇 願意解決希望我們給他時間這樣的態度 來解決高雄市的諸多問題 這個本席先予以肯定 而不是再把所有的這些高雄目前做不到的事情 歸給中央或是推給前朝 或是說為什麼這麼多的債務累積 是因為前朝負債的 沒有講這些勇於承擔 這個真的是予以肯定 也非常的了不起 那麼但是我們在這邊 還是要再把市民非常關心的一些議題 要跟我們的韓市長這邊來做討論跟溝通 以及所有的市府團隊們 我想高雄市民念資在資 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是 慶富外明明在我們的台灣 吵得沸沸揚揚 但是為什麼高雄市政府遲遲沒有去成立一個 專案小組到議會來報告 因為在之前我們看到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民進黨多數決否決了我們要求 國民黨團要求專案報告的這樣的提案 那所以本期也非常的欣慰 剛才已經聽到我們的許議長還有我們的韓市長 勇於承擔面對問題 把高雄市民想要了解真相 要組成一個慶富案的專案報告 那我們也希望趕快早日釐清 當中到底有哪些的問題 然後把真相還給高雄市民 那本期今天哪最重要的一個議題呢 我們希望要呼應一下就是 我們希望未來高雄市 一定要守重幾個重要的問題是 我們希望拼高雄的 教育經濟好空氣 待會我也會留一些時間 讓我們的市長針對這三大部分 好好來做論述 我這邊先講一個 本期之前接到有醫生的朋友 在跟本期反映 他說美亞物議員你知道嗎 高雄市的空污有多嚴重 它不是只有你推開窗戶 你看到灰蒙蒙的天空 你呼吸到會過敏 不是這麼簡單而已 他說高雄市民 處在高雄市現在的這樣的空污的環境下 是一個慢性自殺 高雄市的肺腺癌 已經節節上升 幾乎是全國最高了 但是高雄市民不知道這個嚴重性 所以市長 本期這邊要特別 請你一定要重視 未來的 我們的 有關於空污的問題 我希望看到你這邊 是能夠真正的 有效的 打擊空污 待會我要聽到 韓市長您的決心 破例 讓我們的高雄市民 在高雄 是能夠重見藍天的 我希望聽到這樣的一個承諾 接著 路評專案 本期在這邊 我們其實在議會也常常在質詢這個議題 我也希望還給高雄市民 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我想這個非常的重要 所以 李四川副市長 本期對於你深夜有去突擊 他們鋪路的情況到底為何 為什麼下雨高雄市的道路 就會破得坑坑洞洞 五千個天坑到底從何而來 我們每年編了這麼多的經費 為什麼高雄市民就是沒有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所以我也希望會後 是不是能夠在一周內請副市長 責成我們的公務局長這邊 先把高雄市的道路 你們接下來用什麼樣的方式 維持路評大概的方向 是不是能夠跟本期這邊來做說明跟報告一下 然後讓我們能夠對市民有所交代 接著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 除了一般的公園以外 本期這邊要建議的是 我們希望高雄市未來能夠 在公園內 是一個多樣化的 因為目前我們高雄市的公園 每個都一樣 已經沒有辦法符合高雄的小朋友他們的需求 另外 本期也接到了許多的 這些生障家庭跟本期反應 高雄是不是也可以向國外 或者是向其他的縣市 能夠有個共榮式的公園 讓生障兒也能夠有友善的油氣空間 希望未來的高雄市 是一個更加友善 更加人性化的城市 這是我們對韓市長的期待 市長我先把問題問完 因為問題很多 我問完再讓您來做答覆 那麼還有一個問題也是高雄市民非常關心的 是有關於二階輕軌 剛剛我們也聽到 市長針對二階輕軌有承諾說 會廣聽民意再做決定 那本期這邊也要代表我們選區的選民 讓市長聽到 當地的民眾對於二階輕軌反彈聲浪非常之大 因為那個會影響到他們每天生活的環境 輕軌應該是在我們的觀光區域來設置 因為當初的設置目標就是希望帶動高雄市的觀光產業 但是如果你在二階輕軌是規劃在所謂的住宅區 甚至是在大順路美術館路 這些目前已經非常容易塞車 雍色路段還要再搶了一般市民的車道的話 我想這個未來會變成高雄市極大的一個獨流 那麼我們再看 本席呢這邊也要對韓市長 與肯定的一點 是當我們的韓流效應出來 很多除了台灣以外 其他的國家也看到了我們高雄的好 所以本席這邊 因為我是流日的 所以本席這邊也接到了很多的日本的中小企業 居然跟本席這邊表達說 希望跟我們這邊加強合作交流 所以甚至下個禮拜呢 也有日本的團體要來議會拜訪本席 希望是不是也能夠促成 未來高雄能夠多到日本各個城市展出 讓高雄的這些食品也好 或是高雄特色的產品 讓日本人更了解我們高雄 因為他們現在 因為韓流效應的關係 對於高雄產生了極高的興趣 這個只要能夠對高雄的經濟發展 觀光發展 產業發展有正面幫助的 這個本席都會予以肯定 所以市長本席也要麻煩你 請責成我們的經發局 還有我們的觀光局 甚至我們的新聞處 是不是應該在日方這邊有派代表過來的時候 你們也派員共同去做進一步的接洽 看怎麼樣帶動我們高雄市的這樣的能見度 好 我們希望協助高雄的業者打開他們未來的更多的市場 並且這邊我也接獲到 有一些別的國家 在詢問我們說 東西賣的出去 高雄現在常常講這句 但是我們不曉得高雄的農產品 到底哪些季節有哪一些產品 我們非常想要採購 但是我們不知道你們有哪一些東西 所以我也希望市長 本席這邊有接到的 有馬來西亞還有我們日方這邊 所以我請你們應該農業局匯整一下 我們高雄各季各月份的一些 適合行銷國外的一些農產品 甚至還有大陸呢 他們也對高雄農產品非常的感興趣 還有漁產品 所以這個部分我都請 是不是我們的海洋局跟農業局 都一併彙整一下 還有我們高雄市愛運動的人 非常的多 但是高雄空氣品質不佳 高雄天氣太炎熱 很多人說 新北市有16座的國民運動中心 高雄為什麼一座都沒有 市長 本席要請你為高雄 先從我們閒置的室友的空間 來趕快盤整 儘速規劃我們高雄的國民運動中心 那我想李副市長 當初你對於國民運動中心的籌備 你有相當的這樣的一個經驗 希望在這四年當中 我們多成立幾所國民運動中心 嘉惠高雄愛運動的這些朋友們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 本席常常接到很多的年輕父母親 他們說他們不敢生小孩 為什麼呢 因為高雄面臨一個低薪 公立託嬰中心 公立幼稚園又非常的少 所以市長 如果我們希望北漂青年回到高雄的話 公立託嬰中心 公立幼稚園 甚至中央有補助的社區公共託育家園 育兒資源中心 非營利幼兒園 這都是未來我們要為高雄年輕人打造的 讓他們有一個友善的育兒空間 這也是本席要為高雄市民所爭取的 另外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期經 今天早上本席也詢問了我們的韓市長 我要求說儘速要讓我們期經 整個經濟翻轉 當初韓市長提出一個高雄的期經 要設立免稅區 本席予以肯定 我們也希望看到成果 但很重要的一點 高雄的過港隧道使用年限快到了 我想市長可能還不知道這樣的一個訊息 那麼我希望儘速的向中央爭取我們第二條新的過港隧道 那麼現有的這一條過港隧道呢 中央常常只是要用延售的方式 然後來做修修補補 甚至現在中央還提出來說是明年三月份 要進行封過港隧道 然後來進行修復 問題是過港隧道是其經居民 他們出入非常重要的一個交通的路線 除了過港隧道另外一個就只剩下什麼 渡輪 所以除了過港隧道請市長 儘速成立規劃新的第二條過港隧道 另外我們也希望看到 齊金渡輪的票價 現金票價在前朝的時候漲的太多了 一倍以上 所以我本期這邊也具體要求 為了救齊金的觀光市場 我們為了要拚既定的觀光市長 所以既定的我們這裡的團圣 很多業者都希望說 既定的道順我們的票價要降價 所以這個部分也要請市長 請你要儘速的來規劃 好 那麼以上的這些呢 我們就是希望說 為高雄的下一代拼一個 教育 經濟 好空氣 甚至市長 當初你在選舉的期間 甚至你在當選的時候 你也承諾了 高雄天氣非常的炎熱 你一定要給高雄的這些年輕朋友們 為他們來裝設冷氣 但除了冷氣之外 本期也要呼籲我們的市長 因為高雄的教育資源 我覺得是嚴重不足 很多的學校都跟本席 希望爭取說有更好的這些設備 校園設備 甚至在多年前 陳菊市長時代 還有曾經有學校來跟本席 反映說廁所是沒有門的 學校廁所是沒有門的 門是壞掉的 我不希望這樣的現象在高雄再看到 所以韓市長 我們一定要拼教育 拼經濟 拼好空氣 我們如果要實踐 讓高雄成為一個真正 大家都樂於居住 要衝到五百萬的 這樣的一個人口數 你一定要把高雄做一個 好好的把它的體質做改善 我希望未來的高雄 是一個充滿願景 充滿歡樂 這邊不再有意識形態的 這樣的一個言論 我們這裡就是權力拼經濟 為高雄打造一個美好的下一代 那請市長答覆 市長長好 謝謝陳美雅議員 議員請坐 謝謝您這麼多寶貴的意見 請坐 請坐 你站著我有壓力 請坐 議員請坐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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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陳美雅議員 但是我想就我所了解的 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跟議員回覆一下 高雄不是一個可憐的小孩 我的看法 高雄不是一個可愛的小孩 高雄不這麼可憐 高雄是一個沉睡的巨人 這是我的看法 我認為高雄的資源 根本還沒有完全開發出來 就像這兩天我們觀光局去視察 軍事觀光一些日據時代的隧道 還有滿清政府流來 我們將來希望發展軍事觀光 剎那間 大家才知道 原來高雄有這麼多軍事觀光資源 過去沒有被喚醒 沒有被注意 所以高雄有很多資源 一旦開發 包括我們的人力 我們的思想 我們的觀念 高雄是非常棒的 這一點我看法是有一點不太一樣 第二 市政府會面臨到很多問題 世界上沒有真正的危機 世界上只會有 不知道該怎麼處理的危機 所以未來市政府的執政 也一定會碰到很多危機 我們擔憂是當危機來臨 我們怎麼處理 我覺得這是一個 市政府團隊應該具備有的心態 慶富案議長剛剛也講 我們希望下次大會的時候 我也特別責成我們秘書長 我們很誠實做一個報告 不光是慶富案 任何市政府的弊案 只要議員提出來 高雄市政府一定全力配合 我們未來走的路就是公開透明 沒有什麼不可告人之事 這一點請陳美雅議員請放心 各位議員也請放心 我們是非常坦誠的 那教育經濟空氣 我們高雄人腦袋上有一把劍悬著 這把劍拿開 高雄這個沉睡巨人的整個站起來 就是空氣空污 只要把空污能夠解決 剛剛美雅議員你講的這麼多的問題 都離不開空污 運動休閒產業 我們農業局觀光局的發展 我們的食品工業產品 還有居民回家的路 通通離不開空污 當空氣污染解決不了 所有的一切都是空毯 我是這麼看重空污 所以我在這裡也要跟您 還有議會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以及高雄市民 來宣示我的決心 空氣污染治理不好 我們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費 我們一定要有強大的意志力 以及絕對必要的手段 跟決心 我們要針對高雄的空污 一定要徹底解決 不然未來的高雄 不會有希望 我是這麼看重 所以特別跟美亞議員來報告 教育資源不夠 所有經濟發展 人進來或出去 賺了錢 大部分都會在教育上 這方面 我韓國瑜當市場不會吝嗇 我們沒有更好的下一代 也是一樣沒有前途 所以這一點 我跟陳美亞議員完全一樣 我們都希望下一代的教育 投資 我們很捨得 也願意這樣去做 二階輕軌 您的質詢跟上面一位議員質詢 就這麼大的落差 他認為很多人贊成 您認為好多人反對 所以顯然我們要開幾場公聽會 這是有必要的 我們再傾聽一下民意 然後如果輕軌界定在觀光 運輸功能是有限的話 這個就是很嚴重的 所以我跟美亞議員等到三到五場 公聽會完 如果議論紛紛 就說大家解決這個問題是這麼嚴重的 說不定會繼續辦下去 都有可能 但是顯然傾聽民意是我們 針對二階段輕軌 我們必須要做的事情 也跟你報告 日本中小企業 對我們高雄產生興趣 我再重複一遍 百年來高雄從來沒有台灣的重心過 第一次 所以我們要愛惜自己 我中午也在跟我們農業局吳局長討論 我們真的東西沒有把握 寧願不出口 也不要出口讓人退貨 還是讓人抱怨 這樣子我們真的漏氣 我們所有出去的東西 就一定要讓消費者有信心 沒有把握不要出去 這才是確立高雄品牌 我一個印象 台南有這個雙子 只要雙要打上獄警 大家就有信心 因為它品牌出來 未來希望高雄的食衣住行 娛樂農產品水產品工業產品 只要高雄製造 消費者有信心 這個對高雄未來太重要了 這是我們城市的榮譽 也是我們城市的信用 所以這一點 我們所有相關單位 我們要自己還有我們的高雄市民各行各要做好準備 歡迎日本重要企業來高雄考察 我們結成的歡迎 也請我們金發觀光相關的單位 針對日本的說明 這些企業的說明 有沒有準備日本的這些說明書 甚至網路上的表述 請相關單位能夠加強 國民運動中心台北12座 新北16座 但是也要跟美亞議員報告 我們現在沒有錢 我們經費嚴重不足 對 一個跟中央申請 一個能夠在不花大錢的情況之下 一樣做到國民運動中心 這才是比較有可行性 所以我們不會追求一個數字 一定要10座20座不敢這樣說 但是我們要盤整 到底有多少文子館 到底有多少的公園 多少的空間 可以把它改裝成所謂的運動中心 或者達到它那個運動中心 那樣的一個標準接近 我們先盤整一下 那在不是很充裕的經費之下 能夠讓高雄市民喜歡運動 成立一些運動中心 我想這樣子是具有可行性的 脫育中心 我們應該市政府這邊 一定要來全力準備 現在小孩子越生越少 這是一個危機 這是一個危機 這方面我想也要請教育局 所謂調查研究 過港隧道延長案 未必是一個聰明的辦法 如果奇今整個發展起來 我跟美亞議員報告 這是你的選區 港珠澳大橋 旧金山大橋 日本 這個北豪青森的過海的都能成立 有沒有辦法架設一個橋 但是重點你現在經濟產值夠不夠 奇今的發展 能不能支持這樣的一個經濟產值 我理想中的奇今 會是高雄將來若干年之後的天堂 晚上9點10點 奇今可以24小時一年365天都提供 非常快樂的購物消費娛樂 這是我理想中的奇今 當經濟產值整個出來的時候 不光是過港隧道 是不是架一條橋都有可能 當然你要看經濟產值的規模 所以我再重申一遍 我對奇今有很高的期待 我也認為我們將來陸陸續續推出 很多很多都會在奇今 因為那是高雄將來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 快樂的天堂吧 我就這樣講好不好 渡輪這邊已經交代交通局這邊來算 目前虧損大概一年大概在五千多萬到六千萬 那我們希望能夠讓來高雄觀光的人 能夠享受到更合理價格的渡輪 這一點也要跟美亞議員報告 我們會研究很快就會跟您報告 很快就會跟議會跟大眾說明 再來廁所沒有門是絕對無法忍受的 現在有一些人到了觀光風景區的高雄之後 很快樂的去 非常生氣的離開 居然廁所都被提出來 我們觀光風景區的廁所 都讓消費者觀光客無法接受 還有包括您講的學校 這我還第一次聽到 所以我要拜託觀光局跟衛生局這邊 也一定要我們拿出來的東西不要漏氣 連廁所都做不好 憑什麼人進來 所以我希望觀光局這邊 能夠風景區 一些重要的民生古蹟的廁所 還有運動的地方 以及民政局這邊 也一定要開始列入調查 教育局這邊 一定要把廁所當為重點工作 這個做不好 憑什麼做現代化 不要講發展觀光 連做一個現代化的文明人 都不夠資格了 廁所這一塊 我們要請相關的單位 一併來重視跟注意 以上答覆陳美雅議員 非常感謝 請相關的局處 針對我剛剛所回覆陳美雅議員 能夠在不開會期間 用書面先答覆一下陳美雅議員 好不好 好 陸屏這邊的話 我請請李四川副市長 簡單的 惡藥的跟您報告一下 請醫長給我 來 副市長 好 謝謝議長 謝謝陳議員 原則上 我簡單的做一個處理 第一點就是 嚴格管制這個 進來的材料 施工的材料 還有施工的品質 那對於陸基不好的部分 不能只有表面的去做顯鋪 必須從陸基開始做 這一個大概是從基礎做起 那第二個就是嚴格管控管挖 我們所有的管線單位 現在在管挖的這一個部分 我一定嚴格要求 要恢復的這一個部分 一定要按照SOP來 不然我就不厭縮 讓它管挖 沒有辦法完成 我就不接管 那第二個 如果這個施工的廠商 理促 違規 那往後我就不發入證 嚴格管制所有管線單位的 這一個管挖 那這幾天 我會找我們的維護廠商來溝通 原則上我不希望以前用補釘的方式 希望能夠一個接溝到一個接溝 做顯鋪的方式 因為補釘說實在下雨的時候 就整個就會脫落 那這一個部分可能我們的維護廠商 必須要去新購比較小型的顯鋪基 來做這一個處理 那這一個部分我會跟我們維護的廠商 來做這一個溝通 那最後一個大概比較簡單的說明 對於重車的管理 我會找我們交通局跟警察局 嚴格來要求 怎麼樣來管制 這一些超載的這一個車輛 因為一般過橋 或是過高速公路 它有過棒 那我們可不可以跟工廠裡面的 這一個它過棒的這個資料 能夠連線來做這一個管制 這一個我會跟相關的單位 來做一個研理 我想我大概簡單在專頁上面 去做這樣的這個處理 那有關細節比較這個部分 我們再用試鏈來跟陳議員打呼 好不好 好 謝謝 那劉議員等一下 等一分鐘 那個捷運機長 捷運機長 來我請教你來 二階輕軌 他如果沒有現在停工 他一定什麼時間 會完成 如果沒有現在沒有停工 他的時程是當時可以完工 這個我跟議長報告一下 目前的進度是50% 那如果沒有停工的話 那目前是應該規劃在今年年底 就要完成了 就是說 今年年底才會完成就對了 是 現在幾月了 現在一月了 還有一年就對了 對 好 來 我請問你來 現在規劃你來幾隻了 現在已經來三隻了 你來三隻了 你來幾個月了 規劃你來多久 規劃你現在剛才第三隻了 你來幾六個月了對不對 後面還有八隻 對啦 總共十一隻 如果沒有停工 如果如期完成 要跟年底 才能夠完工 現在規劃你已經三隻了 三隻現在在做什麼 三隻就是這樣 現在在既有的 我再說幾個月 你再說 目前是這樣 就是說對於沒有爭議的部分 是屬於西令港線跟東令港線 沒有啦 車鐵現在在做什麼就好了 現在在做測試 在做測試 做測試 就是說它二階原來路線要做測試 將來我們會要求二階的車子 要到一階 要一車到底 這是目前的問題 我現在在說的就是這樣 市長 年底 若不如期 不停工 年底才會完工 現在車鐵已經進來了 現在在車這裡 剛才靠風 剛才拍拖 這到底是什麼開的 這到底不是什麼開的 我覺得二階清潔有什麼問題 我會說實際 我會說實際 還有年外才會完工 你車鐵已經 這次有六個月了 這有什麼 負販沒有邏輯 對不對 所以市長的八成 市長的市民 你們看一下 對不對 一車都透明 我相信韓市長 你也一定要注定要透明 對不對 白人也沒有透明 你的團隊也一定要透明 是不是 對不對 理會 所謂議會 絕對有力 對 對